突然跟我说,宇慧,我一会儿带几个朋友来 宇老师他现在不是那个亚布里企业家的轮值主席吗 然后他今天组织一些企业家应该是来新东方东方争权来参观的 下午还来到这儿 来到这儿,宇老师就突然跟我说,宇慧,我一会儿带几个朋友来 来了,你给大家讲讲,我也不知道要讲啥 我以为就来几个朋友,结果来一会议室的人 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企业家 就是大家经常在文章啊,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 然后呢,宇老师让我给人讲讲,那我只能胡说八道 丢人现眼,然后他们完了,去吃饭了 本来我说我不去了,我要上播了 那种场合,对吧 你这样过年,你把孩子叫到长辨面前 让孩子给你表演前空翻影,你干啥呢你 排上去,然后去过去转了一圈 就立刻又回来了 今天宇老师